詞曲 李宗盛 各位小教授、各位教授、校監、各位校長、老師、同學們、各位嘉賓、下午好 剛才聽了這麼多位嘉賓介紹的姚教授 所以我想我也不需要再說這麼多 現在最重要的是為什麼會有這個比賽呢? 其實這個故事也是這樣的 就是去年姚公在2月份離開了我們 睡覺後離開了什麼都沒有交代 其實很安場 但是政府很好 民政事務處說在今年11月 他們為了要紀念姚教授是一周年 所以就在這個沙田文化博物館 會舉行一個大型的展覽 我就覺得展覽我們已經做了很多次了 今次是否有一個可以比較特殊一些呢? 所以我就建議一個叫姚中兒的故事 這個故事就包括她的人生、她的歷程 還有她在世界上都有很多地方對她一些肯定 所以我們就從一個比較和以往不同的形式做出來 但是這個展覽有什麼意義呢?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那個就是跟著下來 就是一個對年輕一輩的介紹這個人 這個人是怎樣可以由香港這裏造就成為一個奇傳來的 所以我希望在中學那裏由校長老師的帶領 來參加就是一個看過這個指南之後的一個比賽 就是姚中兒的故事 就是這樣 我們這個內容呢 就是我們希望學校可以分為初中和高中兩級 中一至中三就是初中 中四到中六就是高級 那麼學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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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呢? 就是每一間學校呢? 是一組初級和高級來參加的 那麼我們的形式呢? 那麼我們那個形式呢? 就是可以呢? 就是希望呢? 就是沒有一個同學 就是每一組呢? 是兩至三個同學 那麼呢? 那麼他們呢? 是有一個比較合作的 有一個團隊的方式 可以呢? 是寫出來 或者呢? 是用video拍出來的 那麼這裡清楚呢? 是解釋了呢? 是怎樣做法的 我們有一個呢? 是我們那個時間呢? 是由今天我們這個企校之後呢? 一路去到明年的 因為我們的展覽呢? 是11月 開幕的時間呢? 是11月26號 那麼27號開始呢? 就是向外 一路去到明年的2月 所以呢? 學校呢? 如果是想鼓勵學生參加呢? 由這個時候開始 一路去到明年 7月5號呢? 才要交那個 project給我們 的 時間呢? 是非常之充分的 那個內容呢? 我們的要求呢? 對姚教授這個理解呀? 還有呢? 他如何Present出來 那裡呢? 大概是佔60%的分數 那麼表達的技巧呢? 就是20分 創意呢? 就是20分 就是除了一個 同學他們呢? 是怎樣去發揮的 就是可以很free 我們呢? 我們呢? 在一個評審那方面呢? 是一個很強的 這個 我們請到呢? 就是中大的校長 前校長呢? 沈祖耀校長一路下去 那麼大家都可以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不想阻礙大家 太多時間 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好了 今天最重要的獎品那裡 那裡 獎品那裡呢? 我們希望有一種鼓勵 我們呢? 就是有一個 原本呢? 我的構思呢? 其實呢? 是希望大家去遊學的 即是去 去 去 走沈祥教授的足跡 譬如說去巴黎 去 敦煌 去日本 但是為什麼最後決定 是用了獎品呢? 就是因為發覺這個世界很亂 周圍呢? 又天災啦 又恐怖襲擊啦 那為了呢? 學生的安全 不用呢? 是給老師 或者是 學校呢? 是太多的壓力 或者他們一種的 就是 對學生 一種保護呢? 那我們最後決定呢? 採取了呢? 是用一個獎金 這樣 那獎金這裡也都很清楚 我們希望呢? 鼓勵學校參加 每個學校參加呢? 我們都有一張 sert給他們的 就是他們參與 但是 學生呢? 除了他們的獎金之外呢? 我們都有sert 有一個呢? 是 trophy呢? 我們希望是給學校的 還有一個很長的時間 所以我呼籲呢? 香港的 中學呢? 的校長呢? 老師呢? 多呢? 鼓勵他們的同學呢? 是參加這個比賽 那我這個一個很簡單的 這樣的介紹 我們那個鐵紙日期呢? 是到到明年2020的7月5號 那跟著呢? 我們呢? 是會去到十月呢? 我們的評審完了之後呢? 我們會公佈 然後呢? 十二月呢? 我們呢? 是會在香港大學那裡呢? 是做一個呢? 是頒獎的意識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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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各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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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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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